春有白花,秋有月 夏有凉風,冬有雪 誰無限事掛心頭 錯失人間好時節 浸得安閒,自在觀 雲雲眾旅,觀自在? 歡講心靈 逢星期一晚,薩時衝動,顏聯舞 蓮花兆冬金剛上司,深深呼吸,歡講心靈 歡講心靈,由普明佛學會贊助播出 上司,榮岩先生,你好 上一輯歡講心靈,對我來說也有很新鮮的經歷 因為你提到這個… 好猛啊 第一,原來午時1時做法事 超渡 超渡 一定要在1時後 所以多數2時 因為1時前就很猛 太陽很猛 原來陽氣很猛,太陽很猛 你以為什麼很猛 好猛 好猛 我又了解了多一點 另一方面,你又解釋過千僧法會 千僧的異議在哪裡 一千個增重 另一方面,就是結界 沒有結界 或者結界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回事 可以聽上一輯的歡講心靈 然後開始的時候 說到… 因為那個… 劉勝元詩專 在6月30日 這麼大型的法會 是他首次 這麼大型 不是,首次做羅天大趙毛姐大法會 大法會 小型做過 幾萬人的法會 但這樣毛姐就很少了 毛姐這麼大型是第一次的 然後你就提到… 你很不喜歡自己寫白字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寫一下東西 都寫一下東西 因為講嗜好,你又喜歡喝茶 又喜歡你又會透過文字去抒發一下自己的感受 分享一下 然後他就說… 你不喜歡自己寫白字 我想沒有多少人喜歡自己的 我想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是有接受到什麼程度 有多少人喜歡 其實是手掌之誤 其實是自己無意的 其實是… 不過有時候真的… 尚師 你寫東西 有時候真的每天都要練習 像我上個星期說過 人生四部曲 尋找… 選擇… 選擇… 實踐和堅持 沒錯 因為如果你最深給你選擇 你實踐 如果你不去堅持的話 你也會出事 我也會出事 有很多事情 就是上個星期 你不是說 善有善部 惡有惡部 我其實常問 究竟在眾生裏面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都知道 真信恩果的人有多少 而真信了之後 我說我真信而已 究竟我用什麼行為去配合呢 放多少力量下去呢 是嗎 那… 先說回的就是… 我懂 你… 你… 不要等那麼久 先說那個什麼 對… 因為要說一下那個大法會的感受 你用了… 你寫了孝聖 其實你寫孝聖這兩個字 其實想形容那個大法會 沒錯 一個很難得的孝聖大法會 我上一輯裡面說 就是… 你是不是那個孝字寫了白字呢 那你… 我沒有說到是 你就說我懶聰明 我沒有說你懶聰明 你眼神已經說了給我聽 我們這些人很聰明 都說明了 這個我沒有說 你自己… 你自己… 自己戴帽子 這個就… 樹聖的樹字 大家知道是特殊的樹 那怎樣寫呢 寫了就是聖放空前的聖 樹聖 聖放空前 你寫了聖放空前 就是謬聖的聖 謬聖的聖 為什麼你會寫了… 我有一天寫測忍之心的測忍 因為你有時候寫東西 有時候… 以前一定會懂的 原來… 現在我們電腦化了很多時候 第一電腦化了很多 第二就是… 寫東西小的時候 你用字看得少的時候 你找回一個字 有時候你都會按一按 你不要說… 你經常都說 自己的人生經歷多了 所以… 那些小數字都慢了 小朋友… 這個字怎麼寫呀 其實他學過的嘛 你一定不會問… 你問小朋友呢 你一定不會問他 他未學過的字的嘛 這個字怎麼寫呢 這樣吧 這樣吧 一樣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說是小朋友的 所以我叫你改變這個習慣 不要說這件事 那… 我又覺得有趣的一件事 是 殊聖的聖 你為什麼會寫到謀聖的聖 因為之前我執筆的時候 我是想了另一個名詞 是龍華聖會 哦 因為在佛經裡面有說 龍華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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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下就 變成了六筆 龍華聖會 就是這個聖字 就是聖奉空前的聖 為什麼六筆呢 殊聖的聖字 應該就是聖父的聖 聖利的聖 我也錯 你以為是誰的聖 聖人的聖 不是 是殊聖的 很殊聖的聖 我不會 我不敢說 聖人的聖 我會說 我會想到聖人的聖 你說 你那個聖 就是誰 我寫了一個聖 放空前 我知道 龍華聖會 應該就是 所以有原因 聖利的聖 應該是聖利的聖 沒錯 應該是聖利的聖 好像我的手機一定有字典 有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我以前有一個習慣 看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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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都拿字典 我一定有中文字典 OK 有中文字典 有時候有空見來看 有空見來看 OK 你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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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找到 現在滾殊聖 究竟是誰聖 真是殺時衝動 真的 殺時衝動 真是 幸運 如果我寫我都錯 是嗎 有時候 有時候 少接觸 你原諒自己嗎 因為你說 你寫了那個 那我不會開窄 那你就給了一個信眾 他有很多技巧 他在哪種情況下 是否跟你說 我交給他和我上載 我負責寫 我不會搞電腦的東西 放在Facebook 還有民村發出去給大家看 就是他們去搞的 我發給兩個人 其中一個看到 他就問我 這個真的做了一件事 真的做了一件事 還有 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 不肯定的東西 我很多時候會自點查 是是是 我也會 然後才外出 不不不 這次都OK 有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 這件事 是 覺得是 是 是否對自己的要求 我就不敢說 但是 我就會覺得 即如你剛才所說的 這些特點 特質 就是不肯定的話 你會再查 是是是 所以他就很少有白字出 這個是對於看的人 對於我來說 是 有一份尊重 而不是告訴別人 我讀書 既然要寫的 那對別人的尊重 還有有時候寫出來 不應該寫這個白字 好像有個 最近有時候搞錯的 你說到寫白字 我查了很多 好像我們說 我遲寫回覆你 遲寫回覆你 我們知道哪個回 回家的回 兩個口那個 OK 都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福字 顏先生你寫開哪個福字 我寫開的就是 上面一個西字那個 我也是寫開那個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兩個都可以 我查過幾個版出來 我甚至還查康熙字典 我看到別人不是用這個字 現在用了這個西字 是啊 我覺得 我說服不了自己 我也是 但我看字典 他們現在 像我手機上面的字典 Summer字典 OK 他就沒有了西字 還有他有時候 寫字會有聯想字的 是的 我寫個回字 他一定是彈那個 沒有了西字的福字 我是很不習慣的 是的 有時候會彈 是否我們執著呢 不是 這個我覺得我們認真的 是否執著呢 很多時候我查字典 究竟是用 上面的西字 下面是雙企人的福 還是沒有了西字呢 我查過有些說 有個西字那個是繁體字 即是古字 我們香港人學開是這個字 是啊 我們是繁體字的 但是康熙字典 都是出這個雙企人的 都不是出西字那個 我才慢慢慢慢比較接受 但是我盡量寫回 有時候快 一打個回字 它就彈出來 沒有了西字那個 現在我也有用的 以前我覺得是錯的 但我查過幾本字典 原來都不是錯的 我想我真的挺執著的 是嗎 有時候很簡單 有時候好像我們出去 你有沒有去過大嶼山呢 最近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是不是執著呢 我們應該叫做大嶼山 那個島嶼的序字 那我兩個讀法都可以的 好像我們沙斜的地方 叫山大邪 山大車的意思是讀 不知道 那個字上面的山頂是山字 其實是個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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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有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一知半解 甚至乎是未接觸過的 就算是在文字的世界裏面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不懂 人生精彩 什麼都懂的 沒有東西學的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走過人生這樣 這樣的一段路 這樣又不懂 那樣考到自己 覺得自己會有一個挫敗感 所以我覺得 不一定的 沒有所謂 挫敗感就不用說那麼強 自己很沒用 尷尬 好像自己寫錯 這個是殊聖的聖字 但我自己有解釋 因為我剛剛想 你解釋給他聽 原本是想寫龍華盛會 但是 那個麥克風 那你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是不是 被他撿到 那也不會 我嚇一嚇 你很仔細 這樣就給你看到 那我也不會 那我就沒有 請你喝咖啡 請你也一定 這個是男性還是女性 女性 是不是都是女性 仔細一點 我發覺做這些 我就給一個男性一個女性 男那個就照做 女那個就看到 他問上司 你有沒有特別原因 用這個姓字呢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這就是善知識 需要有這樣的朋友 還有在旁邊 提點 這些真的提點 真的 不如有一個字 我看到有人讀錯 有時候我都會 小小聲會告訴別人 聽的 好像一個智慧的位字 下面沒有了個心 睡星 讀睡星 有些人讀衛星 我聽到 衛星不是這個字 我知道不是 衛星是圍著地球 不是衛星不是這個字 衛星城市 衛星城市 但有時候 你見睡星 睡星什麼 集地球 有些人讀衛星 我都聽過 是嗎 沒有了個心字 它就跟智慧那個差不多 哦 好像天竹的竹字 竹花頭是土字 竹花頭 做個土字 我都不記得了 天竹就是西藏 我都聽過 印度 是啊 以前我們喜歡看字 銀先生 來玩這個遊戲 就問你了 如果一個人寫個名字給你 我馬上寫給你銀先生 嗯 一頓飯了 你說天竹的竹字是怎麼寫的 上面竹花頭 下面的土字 不是啦 下面的義字 所以 所以我突然嚇到我 對的義字 銀先生這個名字怎麼讀呢 如果有人寫給你 哦 這個真的名字嗎 三個快樂的樂字 對 三個快樂的樂字 怎麼讀呢 有人用這個名字 是有人用過這個名字 真的嗎 是 一定是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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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三個樂字怎麼讀呢 如果有人用這個名字 以前好像有人用過這個名字 樂樂樂 不是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會把響音等在前面 樂 其實是他的意思 我知道 當然 我說我的雜姓 樂樂樂 樂 因為樂是比較難發音 沒有那麼響 所以我們習慣 樂樂樂 當然 另一個名字 三個快樂的樂字 怎麼讀這個名字呢 給你那時候 其實這個名字就是 樂 咬 惡 咬 再聽 樂 咬 惡 嗯 這個樂字是有人性來的 是的 這個我知道 快樂的樂字 是 是 人者咬山 咬山 咬水 事者咬水 就是喜歡 這個樂字是動詞用的 第三個 音笙舞你也不懂 你這不是前輩級第三個字 這個世界沒有前輩 沒有前輩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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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後浪對前浪 這個世界是沒有前輩的 在我的世界裡沒有前輩 只有後起之手 是的 哈哈 你後起之手 好 第一個就是快樂的樂聲樂 第二個咬 人者咬山 智者咬水 在動詞 第三個 鸚 鸚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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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真是很疲累 真是學起之秀 音樂 這個人傳上是沒有朋友的 他只是被人談論多 沒有朋友 有時是中文字 中文是國語不知道有沒有三個音 樂、咬 姓樂 第二個動詞 人自己咬山自己咬水 他們很喜歡音樂 所以都是跟你那些有關 咬樂 如果我改這個名字 如果我用這個名字 可能會紅 你改這麼特別的名字 比現在更差 這個名字真的很特別 樂樂樂 樂樂樂 挺有趣 三個快樂的樂字 是 究竟怎麼讀呢 如果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就是樂、咬、惡、惡 樂、咬、惡 哈哈 我自己名字就是唐公惡 樂、咬、惡 OK 中國文字挺好玩的 你看中國文字 你喜歡就是 不喜歡就覺得很煩 挺有趣的 不過改名字也有趣的 我當時看到一個名字 有時候我寫一個朋友 大小小小笑話 有時候我去馬來西亞 看到一個朋友 他不知道寫東西給我 我就問 其實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 上司說 我講過名字 你們香港人一定在嘴裡笑 你叫什麼名字 他姓黃 他的名字叫雲吉 他用國語讀 國語讀 他們就沒有這個問題 香港人 有名字挺有意思 挺有意頭的 其實 很運 他的名字叫雲吉 我想他認識香港 他上司說的名字 你的香港人一定會笑到 掩著嘴巴 人大了 我也明白到 我們都盡量學習 不敢拿人家的名字來開玩笑 有時候我都說 賢者無心聽者有意 有些人真的介意 可能他是基於禮貌 但他是會介意的 所以我就會盡量 不敢拿人家的名字來開玩笑 當然我也曾經拿人家的名字來開玩笑 多分尊重 有時候看名字挺有趣的 有時候看人家的名字 第一你看出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是 還有你看出父母的文化 起碼對子女的寄望 有時候的名字很特別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 不過我曾經提過一件事 就是說 你不是說過 中文大學譚教授 做過一個調查 究竟在眾生裡面 他們信不信 這個頭柱香有沒有用呢 又或者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呢 其實大部分人都相信的 但我就補充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真信 如果真是真信的話 我們對於真信的事 真正相信的事 我們又配合了些什麼 用些什麼去配合它呢 然後他會說 信一套就做由另外一套 挺有趣的 我想是matter of degree 程度上的問題 你說信一套做一套 它又不是完全 irrelevant 完全無關的 我明白 這是人的特性 這是人的特性 另一方面 我又在理解一件事 原來我們心底裡有些 潛標準 或者潛規則 自己是不知道的 其實 你說在佛教裡面來講 其實是讓我們了解自己的本性多一些 在了解過程裡面 再去修正自己 修改自己 但是有人會覺得 人生充充輕鬆 這樣去過就可以了 用不著把它弄得這麼複雜 有時候都會說 我想得複雜的 那些事情 在這個位置裡面 其實我們有少少想請教的上司 就是說 一個人對自己的要求 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其實好像 早陣子都想說這件事 那樣的要求 稍後談談要求 這個詞 好的